草原的夜晚正在反除食物的羚羊还不知危险已悄然而至 看花豹的动作显然是要深夜偷袭羚羊 花豹的夜视能力超群 能清晰观测到羚羊群的一举一动 圈个有用花豹的夜视能力 花豹是典型的夜行性大型猫科动物 也为黑夜更适合它们伪装 花豹的视听嗅觉极为敏锐 特别是夜视能力 花豹的眼球内部生有一种名为照模的特殊结构 它可以折射那些以透过视网膜的光线 使其再回到视网膜上 从而达到增加夜视能力的功能 此时的花豹已经距离羚羊近在咫尺 宽大的脚垫让它行动悄然无声 加之夜幕的遮掩 使得羚羊自始至终都对它毫无觉察 可即便如此接近花豹依然谨慎 只见它全身浮在地面 然后一动不动地静待猎物靠近 但一位不速之客打乱了它的计划 这只般猎狗太过鲁莽 惊动了所有的羚羊 花豹心中有些恼火 但想到猎狗平时的无赖行径 也只能放任猎狗离开 随后为了划清界限 花豹在树上喷洒尿液 意思就是警告猎狗不要欺人抬慎 随后花豹需要继续完成它的狩猎行动 不过因为猎狗的这个小插曲 当前位置肯定是无法埋伏 因此花豹借着夜幕的掩饰 四下寻找新的埋伏点 硕大一只花豹 却在羚羊群中任意穿梭 而且行动还无声无息 简直就是天生的暗夜猎狩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 花豹寻到了理想的地点 这里的羚羊尚未受到惊吓 花豹见状迅速压低身子 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 它需要前行至最有力的攻击距离 才会主动对猎物发起突袭 这个距离在四米以内 但当前的情形还远远不够 况且猎物周围又太过空旷 因此花豹决定待在原地守株待兔 而猎狗再次的莽撞 又吓得羚羊惊慌逃窜 一只慌不择路的羚羊 恰巧撞上了埋伏的花豹 自然也被守株待兔的花豹成功捕获 可猎物刚到手还没捂着 猎狗就来了 花豹已经下意识地丢下猎物逃跑 猎狗也毫不客气地将猎物据为己有 而当又一只猎狗加入后 本想夺回食物的花豹放弃了 最后也只能无奈地离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